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4月23日 白兰特希望马高雷斯留队 多蒙特中场祖利安白兰特近日接受了采访 他谈到了多年来球队状态波动的原因 以及队长马高雷斯的话题 祖利安白兰特表示 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缺乏战术纪律性 这是我们的问题 例如上半场踢得不错 但在下半场的前十分钟 情况往往变得非常糟糕 这与心态无关 祖利安白兰特也谈到了队长马高雷斯 在我来到这里之前 马高雷斯一直是我尊敬的人 我一直是这种感觉 不仅是我自己 还有许多球员也是如此 他们特别关注马高雷斯在球场上做什么 在球场外做什么 近年来 马高雷斯的地位表现和他发挥的能量丝毫没有减少 关于马高雷斯续约的话题 祖利安白兰特表示 当然 这不是我决定的 但如果有人问我 答案会很清楚 如果他留在这里 我会很高兴 感谢您的收听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